主席各位委員 出列習官員 大家好 主席柯佛請張部長 好 我們請張部長 各位好 那個四個一就是光棍節 光棍節這幾年好像變成一個很大的商機跟潮流 那預計這個四個一的光棍節 在台灣整個網路交易的時代 產生了多少的營業額 那很多的現在的透過網路來行銷 淘寶網等等這些來買賣 情況大概是怎麼樣 政府對這一塊是不是都沒有課稅 八委員 我想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光棍節銷售會增加多少 剛剛費委員有要求我們做研究 我想這個11月11號前後 看看增加國內營業額增加多少 特別是透過網路行銷的部分 我們請國稅局透過營業稅資料庫來研究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課稅的問題 網路課稅事實上我們有在課 實體物品的部分我們有在加強 因為三千元以下免稅嘛 那個課到比較少 勞務的部分我們統計都有課稅 三千元以下免稅 那請問三千元以上 你大概累計課的稅 大概是怎麼樣的情況 當然因為這個東西牽涉到查核 它有沒有化整為零 然後有沒有高價低報 像這些我們都要加強查核 現在整個世界上的交易模式 一直在改變 我們也希望說財政部的相關單位 可以與時俱進 來了解整個社會的關係 我們有成立一個小組 網路課稅小組 是 那我們也發現 有很多的這個交易啊 像淘寶網萬物皆可買 萬物皆可賣 上面可能你飛機都可以買賣 在淘寶網上面 所以這個交易模式是改變的 甚至有人用是比特幣在做買賣 台灣現在用比特幣來做交易的 有沒有 或是在境外 或在境外完成交易的有沒有 法委員 彭總裁已經答覆過幾次 就比特幣在我們國還是不合法的 它不是交易的媒介 可是好像地下有人在交易這個比特幣 那地下是一回事啦 像上次那個好像有一個案件啊 是 它那個標的就是比特幣啊 好像是說一千萬還是多少的金額 部長知道這個事情嗎 我知道就是那是香港富商被綁架的 是 那那個是我們新電噴局破案的啊 是 所以我們上個禮拜還特別感謝他們 是 所以新的這個交易模式啊 不斷的出現 所以請部長這邊啊 也多多來了解一下 會 我們都會注意 是 那現在我們一個觀念啊就是 One Taiwan 這個是什麼意思 部長知道嗎 知道就是 大家一方面大家要談截 一方面是台灣為主嘛 就一個台灣嘛 一個台灣嘛 就大家要團結 要團結嘛 是 那台灣未來就有前途啊 是 那現在是這樣子喔 面對這個 那都是全數一致來贊成說要廢除正所稅啦 那 成功不必在我 但是 我覺得 該堅持的一個想法就是 台灣只有一個資本市場 所以禮拜五啊 即將要表決啊 不曉得部長有沒有想過啊 如果 現在民進黨他附和我所提的 正所稅廢除的這個案子啊 如果 通過廢除 對台灣的資本市場 有沒有什麼幫助 如果相較於 現在國民黨所提的修正的版本來說的話 好 大概 你評分大概是給幾分 實質效果 是一樣的 實質效果 實質效果 所以兩個都equal 對 A等於B 所以效果都是很好的 因為實質效果最後 真正的有稅負就是千分之三嘛 實質效果一樣 但是民意不同 未來的影響也不同啦 是好 如果 民間 很多的民調 還有很多人都說 搞不清楚這個複雜的稅負 我聽到很多的聲音是說 那要既然都是兩個 兩個推動的結果 它的成效都是一樣的 都是有助於整個資本市場的活絡 有助於大咖 中咖小咖 通通回籠 如果 最後的答案都是一樣的 那現在不斷的在 立法院的這個草野協商也好啊 或者是政黨角力也好 最後不得已的時候 我們只能選擇 就是廢除鎮索稅 那如果走的是這條路 部長也願意接受嗎 我剛剛 我們報告也講了 因為朱立倫也強調 One Taiwan 他也是覺得說 要廢就整個廢掉 立法院如果多數通過的 我們就尊重了 對 好 謝謝 謝謝 好 那我們就希望 這個事情趕快可以塵埃落電 趕快讓它通過 千萬不要再拖延了啦 所以最 最可能的這個沙盤推延部長 也都有想過啦 所以不管怎麼樣 只要能過 就是對資本市場是一個定數 是一個好事 對我們一個One Taiwan的概念 是可以持續 大家團結凝聚力量往前走 是不是這樣 是 好 謝謝 謝謝 那接下來我請教一下 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 現在油脂氾濫 錢非常非常的多 很多民眾到銀行去存錢的時候 好像遭到很多的阻礙跟刁難 我想請問一下 現在新台幣存在銀行 定存 一年期的定存大概利率是多少 應該1.36是吧 大約 1.36 1.37吧 1.36 對 那放款的利率呢 放款可能不一定 那個不一定 不一定 放款看抵押平信用長期斷期 大概平均 平均的話 平均2點多吧我不知道 2點多 那事實上算一算 可能不到 有的到2以下 是 就算一算的話 它利差是非常少的 所以很多銀行就 乾脆就不收存款 那 一個方面就是 錢存在新台幣 還有貶值的壓力 像今年年初的時候 假設你30塊 以美元來頓等來看 你存了很多的台幣放在這邊 你1.3% 被利率下降的這個情況 現在1.33 都被吃掉了 不划算 所以變成銀行 它就不收 那面對這樣的情況 不曉得 部長針對我們的八大公股銀行 我們的立場是怎麼樣 民眾來 小額接受 大額的存款接不接受 我想 我們公股銀行應該沒有拒絕的一個權利吧 不能拒絕存款 所以都會接受 應該是 過去在金融海嘯的時候 整個做大幅度的移動 從民間移到公股銀庫 也是這樣 也都是收 全盤照收 謝謝 那我請教一下金管會的黃副主委 謝謝部長 我們黃副主委 黃副主委您好 所以在這整個金融市場的遊戲規則方面 跟道德的良知方面 是明顯的不對等 國文股的行庫 他附帶一個對民眾服務的使命感 可是我們看到一些民間的那些銀行 還有一些外商銀行 唯利仕途 都是 都是肉減肥的挑 好吃的他夾去 所以我們看到很多的像鄉下地區 民眾他要存款 要做這些銀行業務的時候 找不到外商銀行 外商銀行都是在市中心 在他可以有利可圖的地方 所以我想請教一下 如果民眾去外商銀行 或者是一些民間的銀行去存款 他如果拒絕不收的話 民眾有什麼可以爭取的權益 有沒有申訴的管道 銀行必須要接受客戶的存款 我想如果有任何情況 我想我們金管會應該會主動去處理 包括民間銀行嗎 對 我想這個接受客戶存在 就只要你是銀行的客戶去存款 我想銀行都要接受 他不可以拒絕啦 不可以拒絕 好 謝謝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 剛剛張部長也提到 只要證所費除的議題 可以趕快定案 對市場是很好的 我想請問一下金管會的這個意見 你覺得是整個廢掉就好了呢 還是勉強啊 一定要去追求一些所謂的 不管是面子的問題也好 一些很多的說法也好 支持國民黨版 你覺得哪一個 對這個資本市場會比較好 或者是不管兩個都好 只要趕快做就好 我們認為其實我剛剛也報告過 非常感謝立委提的很多提案 我們都希望早點定案就好了 就能夠對整個的資本市場 有產生正面的效益 所以台面上的任何案你都接受 我們尊重立法院最後的共識 最後的共識 如果過了以後 其中一個過了以後 對資本市場對股市有幫助嗎 我們認為有正面的效益 我想所有的提案都有它的優缺點 我想我們尊重立法院最後的共識 我們希望禮拜五 大家趕快來努力 讓它塵埃落定 趕快定案 趕快來推動 讓資本市場趕快活絡起來 有沒有預估啊 這個廢除證鎖稅以後 整個市場的交易量 日均量可以增加到多少 報委員我們沒有說 應該用的那個法案 因為現在有很多法案 不是只有那個法案 我說如果整個的證鎖稅的 有修正之後 我相信對整個資本市場 在制度穩定的情況之下 會對投資人有 所以是正向的幫助 會有更好的信心 謝謝 正向的幫助 謝謝 謝謝